老爷子突然发现 几十年的老友在家中已经离世好几天 要不是自己上门来给剃头 老友在屋里臭了也不会被人发现 金大爷是老北京街头传统的剃头匠 从年轻时就跟着师傅学手艺 几十年来他每天都骑着一辆三轮 穿梭在各个老胡同里 定时为老顾客们提供上门服务 在脸上敷快热气腾腾的毛巾 然后晃动刷子把肥皂打出泡沫 涂抹在顾客的胡须上 左手扶头 右手拿刀 滋啦滋啦的声音不断响起 顾客脸上的胡须被刮得一干二净 最后再将鼻毛也修剪一番 依靠行云流水地操作下来 舒服啊 尽管金大爷如今已是九十二岁的高龄 但他的身子骨依旧很硬朗 每天的生活也很规律 晚上九点准时睡觉 早上六点的钟声响起时 他便慢慢地从床上坐起身 可他发现今天的坐钟却迟了五分钟 于是他用手将指针调快 又将坐钟取下来严严实实地包裹好 打算送到钟表店去维修 每次出门前 静大爷都会拿出兜里的小梳子 将头发梳得板板正正 这是他做提头匠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路过卖暴赌的店门口时 暴赌张都会跟他打个招呼 对方也是静大爷的老顾客之一 爸 静大爷给你理多少年发了 二十多年了 那会儿还没理呢 嘿 你什么脑子呀 我今年都五十多了 像静大爷这种少人哪 不多咯 那倒是 哎 老爷子 咱们借饼新开了家饭了 哪天你不去体验一下啊 我可不去 他来到钟表店 谁知老板却说这钟不能再修了 内部零件都已经老化 一不小心就会拆坏了 建议他每天睡觉前把指针挑快就行 说着还给他推荐起了电子表 怎料静大爷却丝毫不感兴趣 他慢条思理地将自己的座中包起来 随后去给老米提头 老米比静大爷还要小上几岁 可他的腿脚已经不如静大爷利索 每天就待在家里哪也不去 静大爷劝他没事就多出去走走 也待在家里发了梅 静大爷和老伙计一边闲聊一边开始给他剃头 依旧是那套流程 剃完头发后刮胡须 不到十分钟就将老米打理得清清爽爽 静大爷回到家室 发现拆迁办正在家里凉房子 为了增加点面积 儿子新盖了一间小屋 拆迁办的人说这是违规建筑不能算面积 静大爷一辈子为人随和 从没有跟谁红过脸 相比之下儿子就要无理蛮横得多 但他此刻也只能蹲在墙角不敢多说什么 拆迁办的人在墙上写了个大大的拆字 可由于那一点没有写上去 成了个折字 静大爷便又将那人叫回来补上那一点 毕竟折字写在墙上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拆迁办的人走后 儿子就开始跟老爷子抱怨起来 多一平米可就是一万块钱 但老爷子不想算这些戏长 儿子却开始吐露自己的无奈 老大的儿媳妇都怀孕了 说话您就有重孙子了 现在还租房住呢 老大下了岗 两口子天天吵架 我一个人的退休金能有多少 血要有高 还不够买药的呢 儿子每次来都会向他抱怨这些事 静大爷也知道如今这年轻人的日子是真不好过 但他这把岁数能管好自己就算是帮他们了 晚上睡觉前 静大爷将座钟调快了五分钟 第二天一早他准时起床 此时的北京笼罩在细微的晨光中 湖面波光玲玲 湖边聚集着沉练的老头和老太太们 路上是匆忙赶路的年轻人 静大爷蹬着三轮车 混在行色匆匆的年轻人中 今天他要去给老赵剔头 老赵跟他一样是个独居老人 对方因为生病常年躺在床上 好在有邻居时常照顾着 这些老伙计中就属静大爷的身体最硬了 他帮着邻居将老赵一起扶下了床 随后又拿出自己的工具 开始给老赵剔头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按摩 但现在的按摩手法不如以往 只有以前的老手艺人才会顺着人的徐卫案 会把人的鼻涕眼泪都放出来达到排毒的功效 说着说着老赵就提到了静大爷以前的往事 他那时候很风光 不仅有自己的剔头店 店里来的还都是些响当当的大人物 比如傅作义 梅兰芳 巡慧生等人 后来静大爷中年时 便被国家收了 他只能提着一个小箱子上门去给别人剔头 这一晃就是几十年 曾经的风光无限到了垂木之年时 也只能归于平淡 但每次讲到这些事的时候 那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结束后 老赵让静大爷自己去抽屉里拿钱 还嘱咐他拿张大的 可静大爷这些年来雷打不动的就收五块钱 他看着满满一抽屉的钱 就问老赵是不是儿子孝敬他的 谁知一提到儿子老赵就爱气 儿子除了给点钱几乎不怎么回来看他 老赵觉得儿子两口子就惦记着自己的房子 他当着静大爷的面料下狠话 我都想好了 我死了 我这房我就给街坊 谁对我好我给谁 瞧您说的 我照您好像租您房子似的 我说话算数 进来呀 您做证明啊 静大爷并不想参与到这些是非中 几十年的职业素养 让静大爷形成了不多听不多问的习惯 但安顿好老赵 他戴上帽子就离开了 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后 静大爷还会来到麻将馆锻炼一下脑力 他今天状态不好 一连输了好几把 但他却觉得这都不要紧 重要的是能打发时间还能活动一下脑子 隔天静大爷来到老米家给对方理发 谁知他一连叫了几声都得不到回应 进去一看才知道 老米已经过世好几天了 临走前 拒绝怎料小黑猫却跳上了他的三轮车 静大爷健壮就收留了他 老伙伴的死让静大爷的心情变得无比沉重 总有一天人都是要离开的 只是不知道下一个会轮抱谁 他来到老友抱赌张的店里吃饭 小抱赌张立马将他迎了进去 每次静大爷来都会在窗边用餐 但今天他经常坐的位置上却有一对情侣 小抱赌张想给静大爷调下座位 但小情侣却不同意 就在气氛陷入肝打之际 静大爷说自己可以打包带回去吃 回到家 静大爷看着这个月的行事历 发贷良久后 他起身将老米的名字画了一个圈 这代表着他又有一位老顾客去世了 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90多岁的静大爷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的老顾客 这时村委会的王主任找上门来 他要求静大爷提供一张最近的照片 因为要画二代身份证了 我有身份证啊 有身份证也不行 这一次是高科技防伪的 有效期二十年呢 都得换 对于自己来说 多少年的有效期也够用了 而静大爷已经三十多年没有照过相了 哪有什么最近的照片 于是第二天他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 到照相馆照了张相 晚上回去打麻将时 静大爷吐槽自己都是入土的年纪了 还去照相馆照了一张身份证照片 说是能用二十年 我坐在照顾馆呢 我妈就出汗 真别扭 那呀 你也得照一照 不光用身份证的事 像咱们这岁数 哪天说不定一闭眼 丁堂上连张一项都没有 偶密不就这样 似的说 找出一张三四十岁的旧照片 让他儿子报 你说这笑我不笑 静大爷虽然没计划 但老友的几句闲聊倒是提醒了他 作为一名从业了七十多年的理发师 那自然是很注重自己形象的 他不希望死后儿子 抱着一张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当作一项 于是心里就盘算着再去拍一张一照 打完麻将回家后 静大爷将今天赢的钱记了账 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 每天打牌都记账的老爷子 然后再将钟表调快五分钟 洗完了假牙往水里一泡 坐在窗前 脑海里又出现了老友在牌桌上的画 于是翻箱倒柜找出了自己年轻时的照片 这是谁呀 我怎么不认识了 哎呀 第二天身份证照片出来了 可静大爷却不太满意 回到家儿子看到后却说 照得挺好的 不是就做身份证用吗 可以了 都这岁数了 您还要了什么样 老爷子说自己三十多年没照了 得照好 以后还能用来做一下 怎料儿子却觉得白浪费钱 有这点钱还不如去买点要吃 说着儿子又向老父亲抱怨 自己血压高 心脏也不好 儿子下了岗 儿媳又怀了孕 全家人全指望她的退休金 现在都没钱买药吃 老爷子沉默不语 只是自顾自地抽着烟 等儿子抱怨完后 他起身从窗底下拿出一个鞋盒 然后将里面最大的一打交给儿子 买点好药 吃啊 别从对过 顺眼给儿媳妇 买点吃了 到了这个岁数还得花老父亲的钱 虽然心里愧疚 但目前也无能为力 临走时 老爷子还不忘嘱咐儿子 天啊 多穿点衣着啊 这天又到了给老赵剃头的日子 金大爷来到屋门却又有种不祥的预感 喊了几句里面也没人应答 这时邻居出来 老赵走了 走了 走了好几天了 金大爷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 虽有忧伤却也显得波澜不惊 想不去了 他儿子 用小汽车 把他接走了 这说人还在呀 在 在他儿子那儿 人一走 整个屋子都没人管了 邻居大娘说着说着就抱怨 当初老赵心事淡淡地说 等他走后要将房子和家产都留给对他好的人 自己天天来照顾他 就连一项和兽衣都帮提前准备好了 谁知一转眼人就走了 走的时候连声招呼都没打 金大爷看着老赵的一项 这身中山装穿的是真体面 完全没在意邻居的抱怨 从老赵家出来后 他走进了一家服装店 想买一件和老赵一样体面的中山装 可店里不是休闲服就是西装 你们没有中山装啊 我们这儿真没有 要不这么着吧大爷 您啊 出了门望北 那儿一老门脸 专门订做中山装的 要不您是 没想到没过几天 老赵的儿子就特意来找金大爷 说自己的父亲觉得狠 头发胡子都老长了也不让人动 谁动就跟谁急 问他却又什么都不肯说 后来还是连菜带懵的才知道 他是想要找金大爷给剃头 但这么远他又知道金大爷不方便 儿子无奈 只好来把金大爷接过去 但一路上还不停地抱怨 哎呦别说您不愿意去啊 我也不愿意来啊 就这么远的路 剃个头还不够我这油钱 我这么说话您可别不高兴啊 谁让他是我爹呢 打刚来那天就闹 非要一个人回他那破房子里去住 他还不想想 那些街坊们凭什么要伺候他呀 那房子说话就要拆迁了 破也值得个七八十万吧 老赵的儿子不停地吐槽 和埋怨父亲是年龄大了喜欢做 而金大爷其实心里面儿轻 但也不接话 只是看着窗外高楼林立的风景 结果一进门 老赵的儿媳妇就给摆起了脸色 站在门口让金大爷换脱鞋 担心家里的地让老爷子给弄脏了 好在金大爷一向不爱语言计较 即使是这样没有教养的小辈 他也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刚走进房间就听到了老赵的爱好声 老赵正蒙着头哭好 他在这里虽然吃得好住得好 可怎么都不入住自己的老房子自在 听到儿子说是金大爷来了 他这才将头从被子里探出来 一旁的金大爷看着老友现在的样子 很不识滋味 心里心疼老友却又欲言又止 老赵见到他想和他打招呼 但此时的老赵已经哼哼唧唧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儿子去扶他起来 老赵却生气得甩手不让 还是金大爷上前搀扶 老赵升过去已经不利索地说 他紧紧地抓住金大爷 此时也只有这位老友能理解和体会他的心结 随后金大爷将当想将魔刀的挂布挂在衣柜上 老赵的儿媳就上前阻止 诶诶诶诶诶诶 干嘛干嘛呀 这是我衣柜 诶诶 干什么呢 女人的言行举止 无一步透露着对两位老人的嫌弃 不过金大爷依旧没有与他计较 而是走过去用一只手拉着被刀布磨了磨刀 他用刷子在老赵的下巴上打了一圈肥皂 这是他最后一次为这个老伙计刮胡子和理发 事后老赵的儿子开车将他送了回来 还大方掏出一百块钱给他 但金大爷却没有接 老赵儿子以为嫌给的少 又多加了一张 金大爷却一言不发地下了车 几天后 金大爷一直心心念念的一项还没有解决 于是就请来报赌章的孙子为自己作画 他想将这幅画当作自己的一项 开始前也不忘继续打理一下 可惜小小报赌章是个抽象派艺术家 虽然化作很有自己的个性 却一点都不像金大爷本人 金大爷有些失望 看来还是得去一趟照相馆 本准备给对方钱 不料小小报赌章却反给了他钱 说是给金大爷做模特的费用 不久后老赵的死讯也传来了 他最终还是死在了儿子的家里 到底啊 还是死在他儿子家里 死得窝囊 瞧个声儿呢 人就打发了 就是 现在社会竞争啊多激烈啊 咱替孩子们想想 孩子们也不容易 是 我是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老伙计的相继离世 让金大爷对死亡更有了危机感 他想将自己的后事交给殡仪馆 于是就打电话过去询问 谁知除了必要的材料之外 客服还让他交500字的圣评简介 随后又给他介绍起了各种套餐 以及优惠政策 金大爷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就将电话放在一边让他自己讲 随后转身离开了 回去之后 金大爷打开录音机 讲起了自己的生平简介 我姓靖我叫靖广台 民国二年出生于北京 那这还叫北平呢 我跟王守义先生读四书 我念过百家事 咱自家签字文 中央大学 雷云梦子五江四书 我读念完认识不少的字 可是我不是读书的材料 我又学武术 全当江湖也没成 我又想学唱戏当武生 可是我父母 不答应 没法子 我又学剃头 老爷子断断续续 将自己的过往经历讲述了一遍 那五百个字的字数限制 自然是不够用 他说起了自己的妻儿 以及曾经的一些过往 原来金大爷有两个老伴 现在的儿子是和大老伴所生 两个老伴都很会过日子 但都没能活过自己 直到自己说的口干舌燥 他才将录音带拿了出来 乃至不留神磁带 被小黑猫扯得乱七八糟 金大爷见状也没有理会 第二天他去给暴赌张礼发 金大爷一边剪一边 听暴赌张感慨 原打算呢 我活六七十就行了 没想到活八十好几 这真是挺好 你知足吗 咱们这岁数吗 活一天试一天 今后的事情啊 你什么也不想 咱们不要再排场 只要是干干净净地走 就行了 此后的事谁也不知道 但活着的时候 都希望在自己离开的时候 是干净体面的 隔天金大爷正要出门 正巧遇见了王主任来送身份证 王主任夸金大爷二十年了一点都没变 虽然九十多了还和以前一样 可就在金大爷像以往一样 骑着三轮车走在路上时 突然觉得自己眼前一阵模糊 他预感到自己快要不行了 于是停下三轮车走到墙角坐下 他闭眼之前 还强撑着拿出梳子 想整理一下自己的发现 怎料手都还没有举起来 就晕睡了过去 没想到几分钟后 他在孩童的吵闹声中 苏醒了过来 出生的昭阳和迟暮的老转 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就是生命的交替与轮回 苏醒过来的金大爷 走向了路边的理发摊 他给别人提了一辈子的头 今天终于享受了一次别人的服务 最终他还是穿上中山装 给自己照了一张体面的遗像 第二天儿子来探望他时 叫了半天门也不见他醒来 儿子慌慌张张地跑了进去 看到柜子上的遗像吓了一跳 直到睡梦中的父亲应了他一声 儿子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原来是老旧的坐中坏了 老爷子又从床底下 拿出鞋盒给儿子钱 但这次儿子却拒绝了 儿子走后 心大爷将陪伴了自己一辈子的老中 用毛巾包裹 人也好物件也好 都要走得体面 影片至此结束 生与死虽然是两件事 但他们却紧密相连 共同构成了生命的完整历程 生是充满希望与可能的起点 而死是必然的归宿 我们在生死之间体验着喜怒哀乐 品味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要是能再离去 时有家人温暖的陪伴 和没有病痛的折磨 那也可谓是一种幸福 竟大爷给人提了一辈子的头 见惯了生死离别 当他所熟悉的老伙计们 一个接一个离自己而去世 他所感受到的只有落寞与无助 影片的主人公 竟大爷原名静奎 在片中是本色出演 他从业八十余年 徒弟无数 精通理发 按摩 结果 曾为无数名人理过法 九十多岁高龄 却仍不愿挂刀 被誉为理发界活化师 在2014年老爷子安翔离世 享年101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